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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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夏夜 之前有粉丝宝宝想看我做鱼啊 当然是 Youtube 辟硬 走哥老关带你钓鱼去 小月儿乖乖到我国里来来 是你呢 我唱一场鱼 他很有反叛精神嘛 姐姐就喜欢这样的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四川特别出名的 麻辣鱼区安排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要怕 微笑着面对他 鱼老爷 他走了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他临走前阻托我 让大家记得一定要 一届森林 好 用我们的曲奇饼干盒 做一个刮鱼鳞的刮板 就是很简单 就两步 太快你们没有看清楚 这样我给你们看 慢动作 刮刀做好了 现在开始刮鱼鳞 这个鱼鳞好大 我是准备呢 把这个鱼鳞刮下来 做一道菜 麻辣鱼鳞 鱼鳞 能吃吗 哦 心就对了 肯定要用料酒腌一下 料酒都带不住它的味道 这个腌肯定上口 倒水 把它的那个粘液和腥味去掉 有人会用那个鱼鳞来做菜吗 反正我们四川是没有听说过 有的话帮我们大家都科普一下 打在蛋糕上 倒淀粉 放鱼鳞 像这样让鱼鳞裹上干粉 倒油 把骨子刷刷 油温可以了 我们来炸鱼鳞了 哇 我们味道感觉还不错 捞出沥干油 加点调料调一下 辣椒面 孜然粉 黑胡椒 葱花 搅后 装盘 好香哦 加点海椒面就是不一样 嗯 那个口感有点像那个尼尼的纤维粒 好香 成功 小徒是吃 这啥 麻辣鱼鳞 好吃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吗 因为是你做的 来吃一下 麻辣鱼鳞 辣吗 有点辣还 小小一个迷你版没有退酒 好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咳咳 这次的主角应该是我吧 都忘了我今天是要做鱼片的 鱼片 嗯 小鱼鱼点生 鱼片 鱼片 鱼片处理好了 如果先麻烦的宝贝呢 可以让那个热心摊主帮你们处理一下 现在开始鱼片码料 适量盐巴 少许蠔油 若干料酒 蛋清 把料揉匀 腌制入味 为了让它口感更嫩滑 这样子抓让它吃苦 现在趁这个鱼腌的功夫把米饭蒸好 用我们之前做的就是我们的麻辣 水煮鱼片 鱼肉煎成这样焦黄的样子就差不多了 烤鱼料 下葱姜蒜 壮菜 然后菜子大差不多捞出来了 有种吃锅博煮及时感 噢 再把鱼骨放进去这样子 涮一下 像冒菜一样 涮个一分钟差不多了 好 刺着差不多了 捞起来 鱼骨已经烹成了 我们现在开始煮鱼片 像仙女散花一样 把它摇下去吃 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搅多 不然这个鱼片它容易散掉 而且等会儿汤也会浮 找空位 千万不要煮酒 煮酒就老了 把刚刚煮的鱼骨蔬菜全部倒进去 这个米饭可以吗 蒸好了 干饭了 吃一片鱼 鱼还是很入味 QQ弹弹 天嫩爽花 加了这个蜜质炒料之后 味道真的是绝绝子 我们四川人吃鱼 就是在辣椒里面找肉 估计你们北方的宝宝 一年也吃不了这么多的量 致死量 真的好嫩啊 QQ弹弹的 都没什么刺 炒鱼都没什么刺 再试下这个素材 这个牙必须配米大 豆芽真的就是我们水煮鱼片的灵魂 平主水煮鱼片一定要多放豆芽 再试下这个金针菇 See you tomorrow 炒鱼 这啥味的 劳生可的 嗯 扫头 我一个人吃的多不得劲啊 豪哥 你先吃下这个 麻辣鱼鳞 就是那个鱼鳞炸出来的 鱼鳞是哪个 怎么样 感觉像那种 料脆的 还可以是吧 嗯 哇 这个好吃 好吃 すごい すごい 是不是比我还真的好吃 好吃 没想在办公室还有鱼可以吃 佼佼要跟你说这是老板的鱼 要不把这个给老板 为啥 他吃了说不定就不会把鱼开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给老板 好啊 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个麻辣鱼鳞的吧 我也觉得 我也不想被开 怎么要被开了 快快 快快 不要被开了 快给他 快给他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哦 然后这个鱼鳞呢 就给老板尝一下吧 给他放到这个鱼缸旁边 这是啥 私人宠物乱动工资 可不广尤其是少爷 哎呀 他不要录了 不要录了 钱都不要录了 哎呀 谁要丢 谁要丢 咱然后等一张